第五題 若燈泡標示110伏特60瓦 則此代表何種意義 老師上課的時候強調過 標示110伏特60瓦 就表示要正常使用 要接在110伏特上面 那麼同時正常使用 接在110伏特上面 它就會產生60瓦的功率 而60瓦的意思就是說 一秒鐘會發生60焦耳 或者是消耗60焦耳的能量 所以呢 第五題問我們說 則此代表何種意義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接在110伏特的電源上 每秒會消耗60焦耳的電能